迪志伟 你演一圈 而且你們三位都是近看 訪問的時候 所有寫字都一直近看 這樣 對 是嗎 最近好嗎 也沒這樣子啦 有沒有 最喜歡的男神 我們如果講說華人 我真的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心中的男神是金城武 金城武 對 就是他不管是年輕 到這個我們講說 就是十幾歲 二十幾歲 到現在五十歲 不一樣的感覺 等他七十歲你就知道 我們再等再看 麥克人 麥克見過更多大明星 你剛問這題 我真的一下子 真的想不出來 但是我跟你講 我只有看過一個男生 是好萊塢 我跟你講他沒有紅 他是一個新超人的 超人新版的一個男主角 他後來沒有紅 他叫布蘭登什麼 我都忘了名字了 布蘭登廢雪 不是 那個變大胖子 這個男的只演過超人就不見了 他 可是帥到不行 你去上網查 超帥的 你不覺得小布帥嗎 你都反過小布了 不帥 沒有他帥 我看誰帥 不是 我先說好了 我周潤發 帥 帥 對 帥 年紀大了還是滿帥的 不能選自己 那我 那我一下想 想不起 佳慶君好了 佳慶君是不是 我喜歡這個舞台上 我不喜歡 我覺得舞台上超帥 他都幫我規劃很多 之後我再 我都給他傳 你看 你還做這些 都傳給他這樣 果然是鐵粉 盛梅 你的偶像是誰 極田榮作 帥 大家記不記得 早年我們都迷日劇 對 你知道日劇裡面 包括我的第一部日劇呢 是枝田玉二的 東京愛情故事 枝田玉二 加世大洲 加吉田榮作 這個 提成玉三家 帥吧 帥吧 真的帥 天然戲 而且呢 吉田榮作呢 號稱是這個 牛仔褲王子 因為他有182 對 對不對 然後穿了那個牛仔褲 再加一個白襯衫 天啊 白馬王子不就長這樣嗎 而且他控制 以前在迷的時候 不像現在女生 比較厚臉皮 現在女生都會說 對啊 我也喜歡 我是吉田太太 有沒有 大家還搶得當太太了 而且他來過台灣 拍了一個運動的 飲料的廣告 他在那個廣告裡面 就是一直打籃球 對 光是那個打籃球 那個動作 你光看了就覺得 吉田榮作 真的 吉田榮作 可是現在 吉田榮作 是我心目中永遠的偶像 今年55歲 你給大家看他現在的樣子 等一下 福山雅治 今年55 你先看福山雅治 長這樣 福山雅治還是帥 福山雅治今天還有新聞 人家說他就是大學生的樣子 一模一樣的年紀 是喔 福山雅治 好 來吉田榮作 你走過來 他長這樣 7 看起來像70 對 看起來像70 怎麼可能 這最近的 真的 五十五歲年紀其實比我們還輕 真的 最近 是要比你年輕 比我們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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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近的 其實還是很好 你拿他爸的照片吧 我跟你講 前幾年我看一個日本日劇 AV帝王 他就有演一個角色 他有演 我真的看不出來 那是吉田榮作 因為我以前年紀很帥 我也看不出來是他了 為什麼 明明才54 福山雅治 看起來像大學生 他看起來像大學生的 因為有一些網友 當然就是會很直接說 那明明是70歲的老爺爺 那很多人就好奇說 吉田榮作 為什麼現在變這樣 可是我要講他的故事 我覺得呢 人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一夕衰老 一夕白頭 感情 對 你太了解 你真的是 戴綠帽 各位 你如果頭上有一頂綠帽子 你不會老 誰 不會氣 不會 你不會摔嗎 我有一點綠帽子 我把自己搞得更好 是不是 好厲害 對不起 對被槍耳化 來講他的故事 吉田榮作 當年是所有的女生的偶像 然後他娶了 瓶子李莎 那瓶子李莎是誰呢 我給大家看他的照片 美吧 他是日本 這是美容的不是美 好 我就要講他的故事 你太了解人性了 對啊 瓶子李莎呢 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模特兒 她的確很漂亮 他們兩個人的婚姻 維持了18年 可是其實有大概9年的時間 瓶子李莎 是跟另外一個男明星同居 叫春景克星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這一對夫妻太有名了 太有名了 女的這麼漂亮 男的又很帥 可是大家都覺得 而且他們經常曬恩愛 常會在他們的這個官網上 就說今天我們又去做了什麼 我們今天又怎樣怎樣 他們就覺得吉田榮作 跟瓶子李莎 應該婚姻生活幸福美滿 有一次瓶子李莎去上一個 有點像綜藝節目 那主持人也會問他嘛 因為你老公這麼有名 吉田榮作 就會說 那你老公喜歡吃什麼樣的早餐呢 他就這樣愣著 沒有回答那個問題 他不知道 因為他不知道他老公 到底喜歡什麼 所以大家就覺得 他們之間有點怪怪的 之後這個瓶子李莎 就被拍到 跟另外一個男明星 我剛剛講的 春景克星 一起去泡溫泉 而且很高調 人家都拍下來了 一起走進那個 你知道泡溫泉的地方 泡完溫泉還走出來 拜託你是人家的老婆 你是吉田榮作的老婆 不是他粉絲 我真的超氣的 很多人就去問瓶子李莎說 你怎麼會跟人家一起去泡溫泉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你們都誤會了 那天我是約我阿姨去泡溫泉 那你阿姨呢 他說阿姨臨時有事 所以阿姨不能去 所以我就約了那個 我的好朋友 他說我跟他就只是 多年的好朋友嘛 所以阿姨不能去 他就陪我去泡溫泉 你也信對不對 很奇怪 對 連別人不會別說 找女生的朋友 他其實是跟我阿姨去泡溫泉 我阿姨沒來 然後我就勉強作陪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新聞呢 其實對吉田榮作 我認為是打擊滿大 因為你知道日本社會 鄉親之下他們比較保守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 你不就綠雲照頂嗎 你老婆還給你戴一頂綠帽子 所以這個之後 因為吉田榮作沒有說出 任何他的回應或他的想法 其實風度很好 對 但是後來也有媒體 拍到吉田榮作 也是跟一個小模特兒 在一個酒吧 看起來好像互動蠻親密的 於是日本媒體就覺得說 你們這隊應該就是 你知道假面 對 假面夫妻這樣的 不過後來他們宣佈離婚對不對 就有媒體挖出來說 他們真正離婚的原因 還真不是去泡溫泉 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請仔細看 平子李莎 吉田榮作認為 平子李莎 過度的整形 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整形 所以吉田榮作實在受不了 你跟我原先娶的那個人 長得就不一樣了 結果回到家 每天都是包紗布就對了 像跟乃姨睡覺一樣 你知道有的時候 夫妻之間離婚的原因很奇妙 對 也許他們夫妻 其實本來就有點各玩各的 但為什麼會造成各玩各的 恐怕就是在於 平子李莎有醜陋恐懼症 她很怕她自己的樣子不完美 因為有一次 因為雅蘭姐知道嗎 這個照片就是過度的修 修圖 你一看就看出來 她有一次去上綜藝節目的時候 你知道嗎 網友多狠 就直接講說平子李莎是姜秉仁 誰能受得了 被人家講姜秉仁 姜秉仁 對不對 最近說 對 姜秉仁 然後不能動 不要笑 也許你老婆有一天也會這樣 不會 應該是我比她先這樣 好了 所以就有一個說法說 他們恐怕是因為 彼此對於這個容貌的想法不一樣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吉田融座是不喜歡做什麼保養 他也無所謂 不過也沒有關係 前幾年吉田融座再婚了 他跟內山李鳴結婚了 其實婚姻生活幸福美滿 也OK啦 是 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我的偶像 是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Java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